字幕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网迷朋友好, 欢迎又来到Layman的频道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10月27日的泥地夜马赛事 有8场泥地夜马 希望各位未订阅Layman的频道可以免费订阅Layman的YouTube频道 可以考虑加入小弟YouTube会员月费计划 每逢赔率一天, 会有Layman之前Live的会员版 通常赔率在前一天, 会有一个公开版可以陪Layman看试集 最近试集的成绩都有些懒猫爆一下 好像太阳拍档, 那个叫做天行健 这些都在试集那里, 其实都已经有些端倪 对上那天的成绩, 好像第九场Layman是贴四个 狗屎撞马棍, 四个都跑进来 中了八千多元的四重彩 另外中了两个位置Q, 比较可惜就是桃花胜坐BOKS 至于五门齐, 为什么跑第四的? 莫女拉点骑的, 相信马迷自己就心中有个定案了 希望继续有些运, 不过泥地呢 因为Layman看过星期三晚, 天气预测可能会有些雨 究竟一有雨, 泥一有变化呢? 有些后追马如果真的会吃泥的呢? 可能会突然间失去水准的 所以要看看临场的状况 再加上泥地利放利追, 吃不吃泥, 走外走内 这些都会影响那只马的表现 今天跟大家研究浴城赛马系列 今天已经出了两条 今天第三条, 莫女拉点骑的说什么马好呢? 莫女拉点骑的第三场五班的千八米 5班都很粒乱, 还要跑千八米, 加上泥地 但有一只马, 先不要理他那些卡拉的东西 可以组织一个故事, 跟大家讲浴城系列 浴城系列看着马, 究竟如何成长 出赛跑的时候有什么表现 之前做的功夫, 究竟做得好不好 看看这只马, 各位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下 有个趣味的角度 这一场马, 如果要看全场部速形势分析 相信都是比较复杂的 为什么呢? 郑俊卫有两只 徐宇石有两只 苗里德都有两只 这些马房, 每人都出两只一批一批上的 都是一场相当混乱的赛事 全场部速形势分析, 就可以看其他马 看看部速, 可否拼拼二重彩, 三重彩, 位置 如果选简单单, 这一场第三场的五百千八米 Layman想选一只, 叫做水星二号的马 这一只马出自苗里德马房 不过今天这一只马, 就是这个马房的次选 它的正选是龙城王将, 兼有打王牌 Layman也算是挺薄的 这一只水星二号, 其实是一只很大舊的马 另外, 上季才来香港 好像和苗里德那些马都是一样 早的那几批, 都不太多 而且, 你看到这些马 通常它的马, 都有一些缺点 就是没有什么速度 就好像那些超速 全力冲 那些什么 常拼常勇 有很多这些马, 开头都是没有什么速度 再加上, 早那几场你跑的一千, 一千二, 一千四, 一千四这些 基本上是当它热身 拉到他一千六米的赛事 其实只是输三个马位 直至转到黎地 先看一场, 不看这么多片 这日彭角年, 输了给福星高照 黄龙司令 帝豪宝驱 盛世 辉煌巨星 其实它是有些赚了报处的 但是, 初步展现到 这只水星二号 銀子的同主马 如果有报处形勢 它也是有得追的 当初, 还要扣过十三档 这只马也是相当运气 也是相当黑的 整天都是扣到十三, 十二, 十四, 十四 其实你看到这只马 最初是完全没有什么竞争力 开始拉到中距离 最適合它的跑法 可能是这样 开始越来越近 但是, 输的距离越来越近 但是, 没有一场执好档 十三, 十二, 十四, 十四 八档都叫做 五方好得去哪 再加上毛衔冬 直至上季有一场 有朋友都有兴趣研究这只马 当日落很大雨 同场跑的今天有幸运圣区 洪海福星 水星二号 这些马 当日的报处也有少少偏快 至于泥头方面 就没得预计了 不知道哪只吃泥不吃泥 幸运圣区, 洪海之星 这些贴着蓝的那些 包办了1Q 水星二号 一出来就在后面 如果你严格来说 有可能是赚了一些补促 但是他真的追了很多 最重要是留意 他在潘明辉的手上 真的阻了很多次以外 回来输四个马位 当时是十二档 暂时显示 泥底就准备烂了 这就是水星二号 这就是水星二号 前面是嘉喜旺 里面是红海福星 红衣 到此整天的程马 这一只幸运圣区 这一只红海福星 全部都贴蓝 包办1Q 跑得保保就适应不到 这个场地 嘉喜旺也是贴在内蝶 这一只水星二号 组断了下去 因为他当有关系 你看一下 一直跑下去 吃不吃泥 只有骑士才知道 肯定这一只一定不吃 这一只红海福星当日也爆烂门 很多马转到外面 这一只水星二号 去到这都没有好像别人 这么心急 仍然留在厚一点的位置 后面那只曾经在泥地好好表现 现在退役的上浦福门 这一只水星二号 开始放松一点 让他走走 开始越来越和前面 收窄距离 但是这只马转到直路 都相当多意外 这里有些头脑脑 前面的步速 严格来说是快的 但其实你都很难计步速 那些泥绝不绝脚 怎样计算 再加上有些马转 究竟是否适应到这个场地 那又怎样计算 所以都要拿个步速 去做指标 参考 这只水星二号 贴蓝这两只贴到尽 幸运胜 不用吃泥 贴蓝 轻绑贴到尽 这只红海福星 距离它两个三个马位 也是贴蓝 这只水星二号 现在贴蓝 但一会会拉出来的 这里 你看看潘明辉的衣服 都已经黑色了 我相信都吃了不少泥头 前面这里的衣服都干净 不得了 你看看这只马转白 还是白色的 你看看潘明辉 就已经黑色了 这里你看看它裸位 真的相当麻烦 这里打下去 有些反应 折起头 折起头 然后外面那只 一掩折 它还在折起头 这里被人挨了 然后再折起头 折起头 折起头 末段 竟然在短短的途程 折起了几下 它差不多过了 那只叫上蒲福满的泥地马 当日这只马上蒲福满是落飞的 即是若然跑不了 就退役了 都跑尽了 变成了内疊的两只马 省到尽 就串 这只 塞车不得止 外挡不得止 食泥不得止 入直路 赤了两只车 头侧侧 最后那一段都追上来 看了这一条 这只马已经证明了 有追赶力 做好功夫 有了进步 先看这一场 《无险冬》 雷文也曾给了《冷门》 这只赢了《十四档》 《无险冬》 当日这一场马就不看那么长 因为都九分多钟 马会的网页也看不到 看回看 当日是季内第一场的赛事 《万步速》放在前面走的那些 没有一只可以的 我也觉得很奇怪 这一场陆续爆发 《东龙阵》 《上方宝区》 《外逍遥》 《森林烈火》 《森林烈火》 全部都不可以 全部都后上就可以 这一只水星预好 扔到外府那么外 就爆谷 终之都叫做报仇赢馬 得上隔一场 上日又创进来 行洛之江隔一场又上进来 陆续爆发 被人夹完一场又走进来 这一只水星二号 当日是慢步速不利追 对行洛之江爆谷 水星二号得上 其实是虚步速的 但他也追得到 但是呢 上一次莫里拉奇这一只马 就相当精彩了 精彩到令人叫拍案叫绝 大家看看我们的万人迷莫里拉 騎着这一只水星二号 为什么他要选去里面的位置走呢 这就是行洛之江 水星二号出门的时候 快过爆谷 差不多可以说快过劍聂峰 快过尖指的 但是我们的万人迷莫里拉呢 有没有看到那只马尔快 一早拍过好位呢 看看我们的万人迷莫里拉怎么站 现在是劍聂峰隔离的 看看他吧 接着一直拉拉拉拉拉拉 不要用拉字 拖 拖到尾耳 再拖慢点 拖到尾耳 麻烦 本来是劍聂峰隔离的 如果是劍聂峰隔离的 如果是積極的 可以放到尾耳 拖到尾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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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到尾耳 都不够精彩了 看看一会儿 可以再出保重的爆谷 如何走位 看看我们的万人迷莫里拉 如何走位 拖来尾耳 已经是问题一 看看他如何走位 跟五门齐差不多那件衣服 但是 跑法亦产生相同的问题 真是奇怪 接近一千米的断柱 前面都拉得很粗 前面都拉得很粗 截卡之外 怎知道 第二位的马劍联峰 不知道苗麗德 看到拉叔今天敢骑的马 有什么感受 一贏马的劍系 不知道有什么感受 不要断估 不过他在前面 拖到尾耳 马迷可能不太好受 看看万人迷莫里拉的抉择 相当之醒目 看看他的抉择是多么聪明 不要说聪明 是多么果断 看看爆谷 看到这里有很多障碍物 爆谷又如何 田坦哥就拖出去 在这里拖出去追 行洛之江 看看万人迷有多少只马 保守估计 这都一堆东西 看看万人迷如何摄入里面 摄到这里够不够 看看这里打开再冲 可以吗 不行 摄入点 摄到这里 人家的马是向前走的 你看看万人迷好像丁蟹那样走的 是打横走的 打横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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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打横走 现在行洛之江走了 他还要等行洛之江走远些 才开始冲 这一只爆谷一早扔出来 就维持到竞勢 看看莫里拉的骑髮 真的练衣和五门齐差不多 手的动作也是差不多 不停按针入 你看田炭安也是在打横 你看看他 騎马便用鞪 跑马不用鞪 至于昨天在Layman事前Live 我已经和大家看过他 上次 personas 就这样走入里面 出来 本来快轧了 之前那一集已经和大家看下了 所以这里就不再看了 今日的浴城赛马系列 這隻馬連續五、六劑都未撿過好檔 不過今天是次選,要先說一下 各位怕有什麼鬼怪的,看看票數吧 難得撿過好檔,預計這場也有些報促 其實他出閘不慢,看看這隻水星2號 今天又會不會捐到馬林那裏 很快,我們就要吃東西 正確,按摩一下,我們要吃東西 吃東西,吃東西